HSK四集听力考试分三部分 共四十五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 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北京的夏天又干又热 所以 这么热的夏天 你一定要多喝点水 好好照顾自己 北京的夏季 北京的夏季不怎么热 二 你是个很活泼的人 而且喜欢和别人交流 所以 你来应聘记者这个职业 说话人 经常和别人交流 三 表扬一个人 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不过 不能只是简单地说一句 你真棒 你干得很好 尤其是对年龄小的孩子 应该告诉他们 为什么表扬 让他们明白 以后该怎么做 表扬别人 应该说明原因 四 使用打印机方式不正确时 就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 如果今后再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你可以试一下关机 然后过一会儿再开机 打印机的声音很奇怪 五 学生认为张老师的课 讲得非常好 很幽默 大家都觉得张老师讲课 特别有意思 就是有时候语速有点快 学生觉得张老师的课很无聊 六 在这次世界杯足球赛的这段时间里 很多餐厅都通过打折活动来吸引顾客 比如 比如啤酒 买衣送衣 各种饮料打折或免费提供等等 喊假时他没回家 七 这次我要陪父母去旅游 可是他们年龄大了 腿脚也不怎么好 走不了太远的路 所以我不能把时间安排得太紧 说话人的爸妈腿脚不好 八 房东说 租房时不小心把家具弄坏的话 你就负责买新的 这就是租房的条件 否则不退还保证金 弄坏家具时 应该由房东来负责 九 各位司机朋友们 在春节七天假期间 走高速公路是免费的 但是恐怕会有堵车的风险 所以您最好提前选择出行方式和时间 谢谢 春节高速公路不会堵车 十 感情就像买鞋一样 喜不喜欢和合不合适 只有自己才知道 你们俩在一起开不开心 能不能继续发展 这也是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感情问题只有自己最清楚 第二部分 一共十五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 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难的 主要是什么意思 现在开始 第十一题 十一 今天来了一个新同事 下班后 我们去聚餐 欢迎一下新同事 怎么样 不好意思 今天我去不了了 我孩子有点发烧 我得回家照顾孩子 女的为什么不去聚餐 十二 你来得真及时 快过来帮我把镜子挂一下 好的 告诉我挂在哪儿 男的要帮忙做什么 十三 你把今天的会议材料都整理好了吗 还没呢 我整理完 马上就交给您 男的让女的做什么 十四 真没想到 这个小区里有小河和小桥 这里的环境挺美的 对啊 这里不仅环境非常美丽 生活还很方便 所以我才决定搬到这里的 那个小区有什么特点 十五 小刘 我刚取了生日蛋糕 你已经到叔叔家了吗 不 我刚下地铁 估计走十分钟就到了 关于女的下列哪个正确 十六 我昨晚梦见面试那天 我迟到了 我很担心下周的面试 别紧张 也许你最近压力太大了 先放松一下心情 男的建议女的怎么做 十七 喂 妈 我忘带钥匙了 你在哪儿 我在超市 回家的路上 顺便买些牙膏和面条什么的 女的在做什么 十八 出差旅行时 行李箱里放哪些东西好呢 不要带太多的东西 带上那些你必须带的东西就行了 男的让女的做什么 十九 果然是春天到了 你看植物园里的花都开了 这儿的风景多美丽呀 我们在这儿多拍些照片吧 女的一会儿要做什么 二十 爸 我晚上和几个朋友们一起去聚会 不回来吃饭了 知道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 女的 为什么不回家吃饭 二十一 我看这两副眼镜都适合您 戴着都很好看 您要选哪一个 我更喜欢黑色的 戴起来又轻又舒服 女的觉得 黑色的眼镜怎么样 二十二 马教授 我们该商量一下 这次校园文化艺术节表演 什么节目最好呢 好的 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和想法 他们在谈论什么 二十三 姐 今天怎么连不上网了 一直说我密码错误 不好意思 我把密码改完后忘了告诉你 难得为什么上不了网 二十四 你还要用这些旧杂志吗 否则我都扔了 除了那几本关于自然科学的杂志 其他的都不要了 女的在收拾什么东西 二十五 我发现儿子正在存钱 不像以前那样乱花钱 是啊 他说要去国外旅行 所以最近不怎么乱花钱了 儿子存钱要干什么 第三部分 一共二十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把这个文件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现在开始第二十六题 二十六 哇 今天有这么多人啊 我们快点去排队买票吧 我办了公园年卡 你买自己的票就行了 你这张年卡是怎么办的 多少钱一张 才一百块钱 在公园售票处就能办 北京四十个公园都可以随便入场 关于公园年卡 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七 听说 听说他是个名校毕业的硕士 对啊 而且他还写过书呢 真了不起 是吗 是关于什么的书 就是怎样管理时间的 所以他在新来的同事之间很有名 关于新来的同事 下列哪个正确 二十八 我们公司决定帮我们付一半的房租 哇 真棒 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请吗 只要进公司满一年都能申请 那太好了 到今年九月份 正好满一年了 难得 现在心情怎么样 二十九 这是什么味儿 好香啊 我烤饼干了 你快过来尝一尝 还不错 就是稍微有点咸 是吗 我今天盐放得比以前多点 难得觉得饼干怎么样 三十 小王 学校网站上介绍的游戏公司的招聘会 你参加 你参加吗 有招聘会吗 我怎么没看到通知呢 下周有第一场招聘会 谢谢 你这个消息太及时了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一 你借这本书太久了 需要交费 要交多少钱 你都超过了十天 一共三块 以后记得借书要按时还回来 好的 下次我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看完 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三十二 张老师 宁宁这几天咳嗽得很厉害 明天恐怕不能去学弹钢琴了 严重吗 那么下周还能正常来上课吗 看情况吧 到时候我再跟你联系 好的 那好好照顾她 下周再给我打电话吧 宁宁为什么不去学弹钢琴了 三十三 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正式 有什么事吗 其实今晚我参加大使馆举行的 留学生中秋节活动 那你应该好好打扮一下了 希望这次活动 能给你留个好回忆 对啊 我也很希望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四 暑假快要到了 你怎么安排 我准备抱一个游泳兴趣班 你不是害怕下水吗 怎么突然想学游泳呢 听说坚持游泳对身体很有帮助 想锻炼锻炼身体 男的暑假要做什么 三十五 妈 妈 我快饿死了 饿子还没做好吗 等一会儿 做得差不多了 是吗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帮我把餐桌擦擦 然后拿几个盘子 他们准备吃什么 第36到37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最近 有些地方出现了 店内没有售货员的超市 这种超市 被叫做无人超市 顾客在进门的时候 只要刷一下手机 然后选好要买的东西 用手机付款后 就可以离开了 另外 无人超市 还提供全年24小时的服务 这给购物带来更多的方便 36 在无人超市 顾客怎么付款 37 关于无人超市 可以知道什么 第38到39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哥哥最近总是对家人爱发脾气 有一点小事就容易生气 事后又会感到很后悔 我估计他一定是做生意很不顺利 工作压力特别大 所以我建议他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 和家人一起商量解决问题 不要一个人伤心难过 38 说话人的哥哥 对家人态度怎么样 39 说话人建议哥哥怎么做 第40到41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为什么很多国际足球大赛中 运动员都要带着一个小孩入场 这些孩子被称为球童 球童一般都是5到10岁之间的孩子 他们的出现是为了告诉大家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 增进有意才是关键 40 球童会在什么时候入场 41 球童的出现是为了说明什么 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平时经常收听广播 通过广播 我能及时了解道路情况和国内外的新闻 所以不会感到很无聊 我最爱听的广播节目 就是关于美食这方面的 这类节目很受司机们的欢迎 42 说话人的职业是什么 43 说话人最喜欢收听哪种节目 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随着电话 手机 互联网的发展 很多人通过点外卖的方式 来解决吃饭的问题 只要你上网轻轻一点 好吃的东西很快就会上门到家 这就是外卖 外卖除了省去了买菜 洗菜 做菜的麻烦 也不用洗碗 尤其是给上班族和不愿意出门的人 带来了很多方便 但同时 外卖也带来了不少浪费餐具 污染环境等问题 44 根据这段话 外卖受哪些人欢迎 45 外卖有什么问题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解决 胡萝卜 是